花蓮縣議會第十九屆第八次定期大會 縣長徐真偉族了針對0918地震重建工作進行說明之外 另外7月23號臨時會12億追加預算遭到保留一試 縣長他說明了預算內容尋求議會同意通過預算 而經過議員的一番討論之後 議長張俊才是變更議會議程 在10月4號來審議12億多元的追加減預算 10月3號下午2點 花蓮縣議會最後一次的縣政總職取正式展開 在議長張俊的憔悴之下 首先登場的就是縣長時政報告 許正偉先是說明0918地震執行後進程 向縣議員們進行報告 另外針對7月23號的縣議會臨時會當中 被議會保留一案的10億多元的追加減預算 先來許正偉也繼續說明 疫情的高峰以及疫情慢慢的虛緩 中央的政策不斷的在軌動式的警討 原來中央對於國旅的政策方案 是希望是本來是在9月後再來施行 但是後來提早到7月15號 所以也因此我們必須在觀光 政策的提政方案裡面 我們必須要趕快來追加 讓我們的整個觀光能夠 能夠罰得先機 所以這也是在我們這一次提出追加的金額裡面 所以在整個預算的追加的金額的配備 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有非常多的單位 非常多的人都希望我們的追加預算 能夠趕快順利通過 也請我們大會能夠支持 讓現在已經到10月3號了 追加預算有一些是必須要做建設 或是道路建設或是其他的 這都有執行年度的關係 所以請議會能夠審慎 審慎能夠盡速來讓追加預算來通過 讓發電線政府得以執行 現在你出望 裝置洋化美也提出多項建言 在明天好上 現在審查7月份的 政府提出的追加捷運算 希望能夠把資源 全力的來投入救災復健的工作 一般跟重要是要挪動的關係 我們今天是在救災 不要這麼口水 我希望在你 你跟歷史的話 要審這個追加預算 我建議這樣 還有爭議的部分 就是跑活動會這一部分 不要提出來 提到我相信 明天我就會從娜娜娜通過 是不是府會的法治要來做說明 就行政程序上有沒有什麼疑慮 因為否則以後都可以這樣做 我只要錢 我做一做 我錢不夠 我一直追一直追 那這樣子沒有什麼道理 所以這件事情 我的最大的疑慮 就上一次沒有過 那這個 我的問題就是同樣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麼緊急要追加這個預算算 然後已經在辦了 或者是 周六就要辦了 這個是 這是合理的嗎 合法的嗎 議長也做出最後的才示 那就是我們 上個會期 遺留下來的這個23案 就排在明天 審這個23度預算 然後所有的議事日程排定的表注往後延一天 經過議員們討論之後 議長張俊才士兵跟議程 在10月10號上午來審查12億多元的追加減預算 希望透過雙方的說明和討論之後能夠順利通過保留的預算 期待中 以後再報道